大家好,我是Stan 前一阵子在韩国经济道发生了随机X事件 导致很多人受伤 而更严重的是,在这个事件之后 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模仿这个事件的屁孩们 发出随机X预告 让市民们的不安情绪加剧 而在这种情况下 昨天发生了旁刊粉丝们在地下铁突然尖叫 导致市民们误以为又发生了那种事件惊慌的逃避 甚至警方也接到了20多件 地铁里的人都在逃跑并摔倒 车内有暴徒等报案电话 而一开始乘客们惊慌的原因还未确定的时候 在网上就传出了 车内有毒气袭击 有人吃刀行凶等的谣言 但是在警方消防部门调查后发现 车内并没有特殊情况 乘客们惊慌的真正的理由 是由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在网上发文后才被公开了 事情是这样的 当天在捧摊成员Suga的个人演唱会结束后 外国粉丝们在回家的地铁上 看Suga直播的时候 突然集体尖叫了 一位网友表示 Suga演唱会结束后进行了直播 并展示了自己的纹身 正在地铁上回家的粉丝们看到后非常兴奋 突然就尖叫起来了 在听到粉丝们的尖叫声后 旁边车厢的乘客们开始惊慌逃避了 警方也表示 在地铁车厢内 正在看BTS影片的外国人尖叫 导致了这个事件的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这根本就是看了恐怖电影后的尖叫声 同样身为粉丝真的觉得很丢脸 在公共场所这是在干什么 真的需要反省 听声音的话 真的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一样 最近真的不可以在公共场所那样 地铁是你们的吗 因为你们歌手要被骂了 几个疯狂粉丝 还到上传真相影片的账号那边骂他 都是因为你所以歌手被骂 推卸责任都没有再反省 你们也反省吧 那里怎么会只有外国粉丝 身为阿弥真的感到很丢脸 但是希望不要因为尖叫的那几位 而骂我们所有粉丝们 韩国最近社会氛围阴沉 让外国粉丝们的喜悦 变成市民们的恐惧了 说实话 就算韩国前一阵子没有发生那种事件 就算社会氛围很好 在很多人密集的公共场所 也是不可以那样的 希望能够好好反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9月里是怎么出演 《欧经和Game2》的 9月里在出演一个网络节目后表示 我去看了很多视镜 所以有合格的吗 都淘汰了 只通过了一个 都淘汰了 去视镜几次了呢 每个礼拜两次 哇每个礼拜看了两个视镜后 都淘汰了 但是一个成功了 是的 哪个作品 《欧经和Game》 嗯?我通过《欧经和Game》了 是那个我们知道的《欧经和Game》 是的 就好像是便利店面试都淘汰后 进入Google了一样 好像是除了首尔大学之外 都淘汰了一样 持续的发表专辑 一个礼拜也去两次视镜 真的太棒了 每一个礼拜 去看两次视镜 在看不到的地方这么努力 结果是《欧经和Game》 大发 真的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开始公开恋爱的三对情侣 哇对都知道却都忘了 哇这都是今年吗 到现在都无法相信 都是先男先女 我觉得一人见一人是最好的 因为可以互相体谅 不管会不会长久 只是希望能幸福 拜托三组都结婚吧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哪组情侣的消息 让大家最惊讶了呢